追求长寿是人之长情 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与遗传基因有关 但研究表明 决定寿命长短的 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有时候 一些微小的身体变化 可能预示着健康问题 从而影响寿命 譬如 若年过六旬的老人 某个部位出现臊痒 可能是健康的警示信号 提示寿命可能受限 应引起重视 身上这处发痒 是老天爷发来的警告 说明寿命不多了 一定要来看看 追求长寿是人之长情 而长寿的秘诀 并非仅仅藏于遗传基因之中 科学研究揭示 日常生活方式 对寿命的影响甚至 细微的身体变化 往往是健康状况的重要预兆 不容忽视 譬如 若年过花甲之人 某个部位频繁发痒 可能是健康警报的信号 提醒我们应予以关注 一 皮肤异常臊痒 或是癌症信号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遇到持续的皮肤臊痒问题 而且常规治疗无效 这可能是淋巴流的早期警示 淋巴细胞遍布全身 除了指甲和头发 几乎所有部位都可能发展成淋巴流 研究表明 淋巴流患者 体内的恶性淋巴细胞 能够产生乳组暗等生物活性物质 这些物质通过血液循环传至皮肤 刺激神经末梢 导致臊痒 统计数据指出 大约20%的淋巴流患者 会经历皮肤臊痒 因此 对于无法解释的 持续的皮肤臊痒 尤其是在多次治疗无效的情况下 应当警惕淋巴流的可能性 除了臊痒 淋巴流还可能引起 一系列其他症状 如淋巴结肿大 持续发热 夜间出汗 疲劳 不明痛症 体重减轻和贫穴等 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信号 很多人无法区分正常的皮肤臊痒 和癌症引起的皮肤臊痒 皮肤臊痒是一个常见现象 但并非所有的臊痒 都是无害的 癌症相关的皮肤臊痒 通常具有几个明显的标志 首先 这种臊痒往往突然发生 且持续时间长 难以缓解 其次 即使皮肤表面看起来正常 无明显的皮疹或湿疹 臊痒感仍然存在 最后 这种臊痒与气候变化无关 常规药物也难以治疗 若出现这些情况 建议及时就医 此外 如果某些特定部位的皮肤出现无法解释的持续性臊痒 这可能是身体某些问题的信号 应予以重视 长期无法控制的臊痒 或多次治疗无效的情况 都需要警惕 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 尤其是当以下几个部位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臊痒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腋下的臊痒感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警示信号 由于血糖水平的升高 可能会导致皮肤神经末梢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调 进而引发皮肤干燥和臊痒 肥胖的糖尿病患者 由于腋下汗液不易蒸发 容易造成细菌和真菌的滋生 从而引起臊痒 这种臊痒通常在秋冬干燥季节更为常见 且臊痒感可能会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 肛门臊痒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 其中肛肠疾病是常见的原因之一 大约75%的肛肠疾病患者会经历肛门臊痒 尤其是患有痔疮、肛肠肿瘤等疾病的患者 肛门臊痒初期可能只在一侧出现 随着时间推移 臊痒感会加剧并扩散 特别是在夜间 症状会更加明显 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女性的私处臊痒通常由腹科疾病引起 如阴道炎或外阴炎 这些疾病可能由阴道内菌群失衡引起 导致有害细菌过度繁殖 外阴炎不仅会引起臊痒 还可能伴有疼痛和灼烧感 这些症状在排尿或排便时可能会加剧 小腿的臊痒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 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会导致新陈代谢减慢 皮肤缺水干燥从而引起臊痒 小腿部位的皮肤由于皮脂腺和汗腺较少 更容易出现臊痒症状 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身体的信号 并在出现这些症状时寻求医疗建议 皮肤的臊痒感 特别是在秋季和冬季的干燥气候中 会变得尤为明显 这种症状通常表现为皮肤的刺痒感 伴随着皮肤干燥、脱卸、冰冷和苍白等现象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介绍 皮肤的干痒多半是年龄增长的自然表现 而失痒则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臊痒 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老年人群中 干痒的情况较为普遍 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的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功能逐渐减弱 在干燥的环境或是身体缺水的情况下 皮肤容易出现臊痒 而失痒则多与身体疾病相关 如肝肾功能不全、血糖水平过高或是局部环境潮湿 肝肾功能不全导致的失痒 与这些器官的解毒功能减弱有关 使得体内的有毒代谢物质不能正常排出 进而影响皮肤健康 导致臊痒和肤色暗沉 当皮肤发痒时 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去抓 这是最直观的缓解方法 然而 这种行为并不能根治臊痒 并且频繁地抓闹 会使皮肤变得红肿、粗糙、甚至起皮 长期下去 可能会导致皮肤损伤 形成血痂 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 严重时还可能引发出血或计发感染 如阶、毛囊炎、淋巴管炎等 留下难以愈合的疤痕 因此 预防和治疗臊痒 应从日常生活习惯做起 注意保持皮肤的清洁和湿润 避免干燥和刺激 相较于湿痒 干痒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 但都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适当的护理 秋季与冬季 气候干燥 皮肤容易出现干燥和臊痒的问题 这不仅影响老年人 年轻人同样可能受到困扰 为了有效预防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调整饮食习惯 减少高脂、高糖及刺激性食物的摄入 增加含猛元素的食品 如萝卜、白菜和红薯的摄入量 同时 确保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动物肝脏、胡萝卜、马铃薯和香菇 是很好的选择 此外 加强日常皮肤护理 保持充足睡眠 避免用手抓闹 洗脸时可用冷水 有助于保护皮肤 在秋冬季节 洗澡次数不宜过多 一周洗三到四次即可 特别是在大量出汗后 洗澡后要及时擦干身体 并涂抹润肤霜或保湿霜 以锁住水分 帮助皮肤保持湿润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改善生活环境的质量 不容忽视 探究皮肤扫痒的根本原因 并避开可能的触发因素 是预防和治疗的核心 要知道 皮肤的扫痒感 虽不属于疾病范畴 却是身体状况的一种信号 它不仅映射了皮肤的健康 也间接反映了整体的身体健康 因此 若长时间遭受扫痒困扰 必须提高警觉 并尽快寻求医疗专家的诊断 至此 我们本期的内容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如果您对本期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赞 并且欢迎您订阅频道 或将视频分享给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 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期待在下一期与您相见